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水是生命之源, 水对人体的重要性是大家都知晓的, 含有茶也是生活中常见的饮品。 尤其深受中老年人群的喜爱。 人体的生命活动离不开水作为支撑, 任何时候水都会参与人体代谢。 可以说没有水就没有人的生命。 水是人体正常代谢所必须的物质。 正常情况下, 身体每天要通过皮肤、内脏、肺以及肾脏 排出1.5升左右的水, 以保证毒素从体内排出。 一个健康的成年人, 人体中水的分量大约占了60%, 一个健康的儿童, 身体内的水分比重相对更高, 有大约80%左右。 若某人长时间不摄入食物, 只依靠自身存储的各种营养和能量, 维持身体生命活动的不断消耗, 生存时长大约在7天左右。 若一个人长时间不喝水, 只需经过三天左右, 就差不多要面临生死的抉择。 水在人体内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若人体失水量超过10%, 就会对自身健康造成严重损伤。 若人体失水量超过20%, 则会出现生命安全的威胁, 因此注意补水十分关键。 当前生活条件方面与以前相比, 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有多样化的方式能够做到水分的补充。 例如大多数上了年纪的人, 喜欢在空闲时间喝茶, 年纪比较小的孩子, 对各种碳酸饮料更加喜爱。 事实上, 三日常接触的各类饮品中, 普世性程度讲, 最健康的非白开水莫属。 长期喝茶和长期喝白开水。 长期喝茶, 通过浸泡茶叶可以制成茶水, 是一种天然食材, 无需化学加工处理, 也没有其他产物添加, 其中富含脂多糖、 茶多酚等物质, 可以一定程度滋养身体, 对健康有益。 喝茶的八大好处, 一,软化血管。 茶水可使血管中血清胆固醇 和纤维蛋白含量降低, 从而降低血脂, 软化血管。 二,消炎。 茶水有收敛、消炎等作用, 能预防肠道传染病。 三,茶水可分解烟草中的某些毒素, 尤其能抑制尼古丁 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四,抗菌、抗病毒。 茶水有抗菌、抗病毒、 消毒等作用, 对清洗小伤口、 止血、止痛等作用相当明显。 五,防取齿。 茶水漱口可防止取齿生成, 有利于口腔卫生。 六,煮沸的茶水冷却后, 涂在嘴唇泡疹处。 四到五天后, 嘴唇泡疹即可逐渐消失。 七,茶叶有抑制细胞突变 与癌变的作用, 而且有抑制癌细胞的生长 和扩散作用。 长期饮茶能降低食管癌、 胃癌、肠癌等消化到肿瘤的发病率。 八,茶水可提升醒脑、 清热解毒, 具有明目、消质、 减肥之功效。 喝茶的注意事项。 一,避免多次冲泡茶叶。 茶水的冲泡次数有一定限制。 大多数茶叶在经过三四次左右的冲泡后, 其中的茶汁成分就会明显不足, 要适时更换新茶叶。 二,少喝浓茶。 浓茶中的茶碱与咖啡因含量偏多, 与其他茶水相比, 有更强的刺激性。 大量饮用容易导致头部疼痛问题, 也会引发失眠情况。 三,不要喝太烫的茶。 茶水饮用过程中如果温度太高, 容易出现烫伤现象, 严重刺激胃部、食管、 咽喉等组织器官。 特别是一个人长期不注意茶水的温度, 经常喝太烫的水, 会提高出现局部病变的风险。 国外研究发现, 如果一个人长期喝茶时, 水温在62度以上, 会一定程度损伤未必粘膜, 不可避免发生疾病问题。 一般情况下, 人在饮茶过程中, 应保持茶水温度不超过56度。 四,空腹状态尽量别喝茶。 在空腹时饮用茶水, 会影响脾胃健康, 同时也不利肺腑。 长期喝白开水。 喝白开水的好处有哪些? 一,加快新陈代谢速度。 有研究表明, 在早上起床后喝一杯500毫升左右的白开水, 能够将新陈代谢的速度提高24%左右。 同时, 也有众多数据研究得知, 我们除了要拥有健康的饮食习惯之外, 同时每天坚持喝白开水, 身体的新陈代谢速度也会提高。 同时也能够加快身体的代谢能力, 帮助身体将毒素和垃圾排出。 二,提高身体免疫力。 若是每天能够补充充足的水分, 能够帮助我们减轻肝脏 以及肾脏器官所承受的排毒代谢的负担, 同时也能够将身体中的毒素和垃圾排出, 能够间接地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经过有关研究得知, 若是长期坚持喝白开水, 那么能够免疫众多的细菌和病毒, 能够更好地保护身体的健康。 三,减肥瘦身。 经过有关研究得知, 每天坚持喝白开水, 能够将身体中多余的脂肪成分给排泄, 在短时间内帮助我们起到减肥瘦身的目的。 四,调节体温。 水能够很好地帮助人体调节体温。 比如说在炎热的夏天, 人就会通过出汗将身体中的热量给带走, 从而会降低身体的体温, 不会受到中暑的痛苦。 五,提高肝脏代谢能力。 身体中的水分充足时, 也能够帮助人体提高肝脏的代谢能力, 帮助身体将有害的毒素和垃圾快速排出。 喝白开水有哪些注意事项? 一,少量多次。 一次的饮水量应该控制在200毫升内, 同时避免喝水速度太快, 可以更好地被为肠道吸收利用。 如果一次性的饮水量过多, 多余的水分容易出现浪费。 二,避免感到口渴才喝水。 一个人在日常中出现口渴感觉时, 已经说明身体发生缺水现象, 大约缺水程度在2%左右。 当超过10%后, 健康会不可避免地受到负面影响, 因此大家在日常中应该做到主动饮水。 三,每日饮水量控制在1500毫升以上。 人体在生命活动过程中, 大约一天的水分流失量在2500毫升左右。 保持正常饮食, 水分的补充量大概有1000毫升。 这就要求大家在日常中需要额外 最少喝1500毫升左右的水分, 保证体内水液代谢维持平衡状态。 四,不喝沉水。 在空气中暴露4小时以上的白开水, 很容易受到细菌和杂质的污染。 水的生物活性可丧失70%以上。 常喝这样的沉水, 能使血液丧失输养能力。 五,清晨饮用一杯水。 每天清晨饮用一杯水, 水分能很快被胃肠道吸收, 不仅能够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 加快血液循环, 还能扩张血管, 增强血管弹性, 并净化血液, 尤其有利于高血压, 脑栓塞等疾病的防治。 清晨饮水还能有效防治便秘。 因此, 建议人们每天清晨饮用250毫升温水。 六,饭前一小时饮水。 此时适量饮水100到150毫升。 水能随着血液循环补充到全身的组织细胞中。 到进餐时, 体内便能产生充足的消化液。 因此, 建议人们饭前一小时饮水, 以利于消化。 七,不喝生水。 未经有效措施处理的生水, 可能存在露气、细菌、 虫卵、残留有机物质等。 可能对人体健康构成潜在的威胁, 导致急性胃肠炎和部分传染病。 因此, 不喝生水应成为人人遵守的饮水安全准则。 经常喝白开水和经常喝茶水的人, 谁的身体更健康? 医生说出实话。 其实两者都有一定的好处存在。 但是如果非要说哪个更健康的话, 当然是喝水。 虽然说水没有任何味道, 但是却有众多好处。 比如说是每天坚持喝适量的水, 能够提高身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 同时也能将身体中的毒素和垃圾排除。 而且, 每天摄入充足的水分, 能够帮助我们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 同时也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降低血液的浓度, 从而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其实不管是喝茶还是喝白开水, 都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促进身体血液的循环。 我们一定要根据自己身体的需求去选择。 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 千万不要喝隔夜茶, 不然很有可能会滋生有害物质, 从而加重患有食道癌的风险。 也不要空腹喝茶, 不要喝反复烧开的水等等。 总之, 人体离不开水分, 合理补充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 喜欢喝茶的人, 别忘了适当补充白开水。 每天喝白开水的人也可以泡点茶喝, 换换口味。 这样才是最健康的喝水方式。